歡迎繼續鎖定新聞大白話 我是韋佳琪 那麼這節要帶您看看 國際局勢現在的演變 那麼加入我們這節來賓 包括資訊媒體人 是韓濱 韓濱哥 午安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還有我們文化大學 蔣舟教授楊有明 楊老師 午安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我們的前海軍艦長 呂理師 艦長 午安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我們先帶大家來鎖定 這整個亞洲的局勢 尤其是這個東風31AG 遼寧艦大動作的亮艦 東風31AG洲際彈 首度全程試射專家鋪內幕了 他們說其實這個射程 可以達到一萬三千兩百公里 可以直接打擊到美國本土 其中東風31AG有穿越 崎嶇地形的機動發射平台 提高了機動性 而且讓解放軍分散它的彈頭 讓敵能真的是難以摧毀 那麼現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雜且造東風飛彈 這個錢可以給2427萬人當養老為護費 相當於2.3億人的退休金 長期關注中國經濟的人士 就來指出 中國社會科學院今年台市井 這個城鎮聯工基本退休保險基金 將於2035年耗盡了 而一枚造價25億美元的洲際導彈 足以提供2427萬的中國百姓 一個月的養老金 只不過現在美中台博弈 大陸的導彈試射 美中核武競賽已經開始起跑了 試射是讓核武器更精準 美方從衛星徵兆也發現 大陸的洲際飛彈跟核武彈頭的數量 迅速成長 而且核彈估計大概有500顆 2030年將增值到1000顆 雖然還趕不上美國跟俄羅斯 但是差距已經明顯地在縮小了當中 而現在火線軍是不是重振旗鼓 中國發射了一個洲際彈道導彈 有哪些戰略意圖呢 這個發射背景應該並不是 有一兩起的局部事件 更像是中國一種長期戰略的開始 解放軍特意選在遼寧艦 正式入列的紀念日這一天 有這個大動作 有人說這也是要秀他們的肌肉 而且也是想要來對外來做一個通告 只不過我們帶你看到是 美國現在是不是想要拱日本當抗中一哥呢 回進中國的洲際導彈 多國力艦25軍演規模龐大 動員40個戰艦4萬5000人 美日宣布今年10月23號舉辦的 力艦25聯合演習 將集合雙方40艘的戰艦 370架飛機跟4萬5000人 還要邀請北約國家跟澳洲 新加坡美日合作的國家 作為一些觀察員 而其實日本護衛艦也首度通過台灣海峽 對中嚇阻戰略已經邁向了一個新階段 日本海上自衛隊的這個護衛艦 連號通過台海是日本海上自衛隊成立以來的第一次 日媒就認為了 這是日本對中國嚇阻戰略已經邁入到一個新階段 但在短短的一個星期已經起降了410架次 日本公布解放軍航艦遼寧號的動態 沖之鳥礁西跟西南活動 你可以看到他們公布 其實經統計期間有410架次的艦載機 艦載直升機的起降紀錄 那麼現在中國突然宣布了渤海黃海劃進7個禁航區 專家說可能準備一些測試新專艦 或是有更大規模的軍演 由於這個動作劃定了7個區域來做一個禁航區 所以外界就很好奇了 是不是有一些動作 中國也要開始嗅肌肉了呢 那麼中日關係是不是又在緊張了 尤其是隨著石破茂現在當選自民黨總裁 渴望在10月1號出任日本首相 那麼大家就很緊張了 因為他們現在是險勝了高市早苗 所以成為下任總裁 也渴望出任日本首相 對於這個準首相對內暢修這個修憲 對外則是主張要來一個亞洲北約 就是這個亞洲北約 現在讓其他的國家也都很關注 因為他主張要設立這個亞洲北約 夥伴國一旦遭到攻擊入侵 其他國家就有義務拔刀相助 亞洲集體的一個防衛機制 他說東亞亞太地區 現有的日美和美韓等同盟 可以統合匯集起來 那麼現在隨著他要擔任日本首相了 北京學者也說 這中日的關係恐怕是難以緩解了 由於他也提出了 像這樣子亞洲北約的概念 中日的關係想要和緩 短時間內恐怕是沒有辦法了 我們先來請教一下 楊教授您是怎麼看的呢 先講這個東風31A基洲際彈道飛彈 它全射程 1萬2千公里以上 然後從海南島發射 而且是這種車輛型的 所以不太挑地點 它可以隨時的機動 發射飛了1萬2千公里 成功的準確的落到的 這個預定的這個靶場 也就是在夏威夷南部的 南太平洋上面 我覺得這個對美國而言 家綺 這個真的是它 一等一的國安威脅 因為以前從來沒有感受到 太平洋的另外一端 可以有一個核彈的真實威脅 而且這個東風31 還不是最先進的 大陸的洲際彈道飛彈 它雖然是2017年的增強版 可是它有東風41 還有東風5B 還有巨浪型的潛射飛彈 那個可以飛更遠 所以也就是說 美國現在很清楚 大陸的技術跟核武 已經有這個能力 可以打到美國本土全境 所以大陸事實上 在25號之前 應該是24號 保證再早一點 都事先告知美國 俄羅斯 法國 英國 這些國家 因為這五大常任理事國 也是合法 合五 擁有國 美國 英國 俄羅斯 在過去這一年之內 也分別都測試 他們的洲際彈道飛彈 都失敗收場 結果這次中國成功了 而且還不是最先進的 所以先告知了華盛頓之後 華盛頓其實當然把它當作 一等一的國家安全威脅 當然沒有及時的跟日本 跟澳洲去分享 為什麼 因為他還倒過來參戰 大陸的透明機制 你先告訴我 謝謝 這個不錯 因為他知道接下來 中美的核武的威脅 跟就是這種平衡關係 就會隨之改變 而雙方在這種互信的機制上 一定要強化 這會改變什麼東西 不只是中美的核武關係 軍備競賽 核武競賽 他會改變西太平洋的勢力範圍 區域拒止 第一島鏈的 這個整個動作 所以這會改變好多事情 為什麼 因為改變華盛頓的認知了 我們在整個西太平洋的 軍事安全的行動 基本上是 美國在完全的主導 是不是 所以就不是石破茂 石破茂先恭喜他 好不容易當了首相 但是他也很苦情 因為他馬上要可能宣布 要解散國會 10月份的時候 也許就要重新改選了 最快的話 跟他競選的立憲民主黨 雖然比較弱 但是他這個黨首是以前的首相 所以他能不能夠贏這一場 人民對於日本現在政治 事實上是非常無感 而且覺得要去改革的 最好讓自民黨下台 因此石破茂過去所講的話 代不代表他現在要做的事情 尤其是你在安保的這個層面 基本上是美國講的 美國拍板的才算 所謂的亞洲北約的這個東西 我覺得其實 當然這個是他的說法 美國自己本身 已經某種程度放棄這個想法 各國也不太容易去支持 所以不要把這個當作太嚴肅 我們台灣媒體這邊把以前 有利於台灣的 或者是看到日本 要來這邊幫助台灣的 就把它當作一個媒體的報導 最後一點 講到這個彈道飛彈 可以供2427萬中國老百姓 一個月養老金 我覺得這個太無聊了 你台灣的今年的國防預算 是多少 6000億台幣 是馬英九時期的一倍 今年的教育預算是多少 4000億 你多出了3000億 你可以養活多少大學跟學生 有人不講自己 講別人 美國的國防預算多少 日本的國防預算還加倍了 所以做這個報導 真的無聊 好 那我們來請教一下 艦長你又是怎麼看 現在美日要聯合軍演 那麼中國大陸 似乎也開始嗅肌肉了 我們看到這個東風31A機發射 其實在25號發射當天 大家都在爭論 這個是東風41還是東風5 真正講到是東風31的人非常少 直到我們看到說 這張就是隔日26號早上 一早的時候出現這張照片 排除了東風5 為什麼 因為東風5第一個 它沒有小平頂 它是一個尖頂 然後它中間會有一個結構 是可以鏤空的部分 可是我們看到這一個 這一次在海南 單洲發射的這一枚 並沒有這個結構 而且如果我們看到下面的話 你會看到它有一個抑壓缸 可以舉身這一個彈道飛彈 這個也是東風5沒有的 這個是首先被排除 所以我們當時第一時間排除了東風5 如何確定是東風31 其實是這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其實大家覺得 這個解放軍為什麼沒有交管 感覺車子就站在旁邊 也沒有什麼類似台灣會有憲兵 對 這就叫人啟動 意思是什麼 我臨時通知你 在幾點幾分之前你要發射出去 所以它的部隊就立刻開拔到那裡 在很短時間之內就發射出去 不過我們這裡畫一個黃框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它有個連結的機構 這個連結的機構 正好指出它是東風31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連結的機構 剛好是在倒數第三軸 它這一共是八軸的卡車 倒數第三軸 那就來看看是哪一部 哪一種飛彈 其實倒數第三軸 也就是東風31 這是2019年大陸國慶的時候的照片 那這一次不過發射到目前為止 美國應該覺得背脊涼涼的 為什麼背脊涼涼 因為現在所暴露的 也就是第一個 它的全程一萬兩千公里 第二個我在昨天的節目曾經提到 也就是如果我們把前面這幾個 前面這幾個所謂的飛彈窗 其實也就是它運載火箭脫離的那個 落地的那個地方 連起來其實連不到這一點 意思是什麼 它有末端在機動 也就是它可以有變軌的能力 那這個變軌的能力到底它可以左右 或者是它可以對於射程有什麼樣的影響 並不知道 而且真正量的是什麼 我們看到這是CSIS 它所提供的射程就是 我們看到東風31的射程應該在哪裡 應該是它這裡有特別著名 7000公里到11700公里 那這次為什麼飛了一萬兩千公里 這也就是第一時間 大家為什麼沒有研判到說是東風31的原因 剛剛我們看的是CSIS 那我們再比對一下美國軍力報告 就是美國國防部每一年都要提交到 國會的軍力報告 它對於東風31的射程的描述 是一萬一千兩百公里 那這一次也超過這個距離 會不會很可怕呢 也就是說現在他們所研判各型的飛彈 就是我們講到說東風31 東風41 或者東風5 甚至我們講到說 承波體的東風17 是不是射程都遠超過他們的預估 第二個 剛剛主持人特別講到遼寧艦 對 遼寧艦的位置 之前我也在節目裡頭提到說 它的位置非常令人玩味 為什麼 因為我們講到說以往 這個山東艦或者是以前的遼寧艦 它的巡役的位置多半 都在台灣的東方400公里 宮古島南方400公里 也約了約就在這個位置 為什麼這次跑到這麼難的地方 那個時候我就在節目裡頭特別提到 說這個問題 我們等日本防衛神統合幕僚監部 來說明這個大白話 果然昨天提出了這個大白話 也就是說25號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第五到第六點的 這個地區有沒有發現 這個就是剛剛我們所形容的 它的飛彈經過的 那個飛行的路徑當中 為什麼它會在這個路徑當中 也意思他們在測試 他們無論是遼寧艦或者是052D 它的向位陣列雷達是不是可以接收 那也就是說 現在我們看到這麼多的 因為這麼多的 比較少見的狀況也可以研判 解放軍的戰力的提升 超出美軍的研判 那我們來請教一下寒明哥 你怎麼看這個石破帽 已經是準日本手上了 但是現在中日的關係 會不會變得更加緊張 也不會更加緊張 但是也不會好 就是這樣 而且這跟石破帽本人 其實沒什麼關係 因為石破帽 不管是誰當日本首相 基本上又不是他說了算 是美國人說了算 所以跟誰是首相 其實沒什麼太大關係 是要看美國人 想要日本展現什麼樣的態度 日本就必須照辦 因為日本其實 沒有自己決定的權利 這是日本人的現實狀況 所以石破帽去講什麼 什麼要成立亞洲北約什麼東西 都隨便講講 但是我必須講 很有趣的就是 我看到台灣有一些人在那邊嗨 說你看石破帽上來 中國緊張得怎麼樣 台灣的更有保障 請問一下 人家的亞洲北約裡頭 講了什麼東亞亞太地區 日美美韓 請問一下他裡頭有提到台灣嗎 人家根本就沒講這件事 所以人家一直想的就是 他們要聯合起來 對 中國大陸確實 對他們形成一種壓力 可是人家想的是防衛自己 他沒有想要防衛你台灣 所以我一直覺得 人家都講得這麼清楚 為什麼這件總是看不見 這是我覺得最奇怪的一件事情 再來講到這個 剛剛楊教授覺得非常無聊的 這個記者居然去報了這個 什麼能夠換算 什麼多少退休金這個東西 我告訴大家 這個記者不只是無聊 他還算錯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看到 他說一枚洲際導彈25億美金 你確定是這種數字嗎 這完全超無常識 所以我就去查這個新聞的由來 這個新聞本來是一個 大陸的鄉民在估算 可是人家是25億 沒有錯 25億人民幣 你把它變成 直接變成25億美金 你也太誇張了吧 然後再來25億人民幣 100多億台幣 其實也很貴 因為美軍最新型的 哨兵洲際彈道導彈 造價估計1億多美金 已經美國人已經在叫受不了 覺得貴到離譜了 30多億台幣這樣 對 那你覺得中國大陸 有可能造價會比美國還貴嗎 所以這根本就是鬼扯 我跟你講 東風41估計 現在估計值 因為實際造價沒有人知道 估計值大概三四千萬美金 就已經很嚇人了 基本上就是這樣 所以這根本就是亂扯一通 真的拜託不要講這種沒常識的話 而且我請教一下 你覺得這樣子習近平很壞 不顧一般 中國老百姓的生活 去造這個東西 中國目前估計只有500枚 美國跟俄羅斯都有好幾千枚 這兩個國家不是早就已經破產 所以真的不要講出 這麼沒常識的話 這樣只會讓人家覺得很可笑 我必須說 中國大陸軍務不斷在進步 對美國當然是有很大的壓力 可是我必須講 你們都沒有看到 美國這次的反應是什麼 美國這次的反應是很讚賞 因為中國大陸事前有通知 他整個落點大致在什麼地方 然後他整個時程 所以美國人很高興說 至少這是一個比較開放式的作風 比較讓大家透明化的作風 對彼此減少彼此的風險很好 中國大陸也有通知法國為什麼 因為法國的屬地在那附近 所以他有通過 他唯一沒有通知是誰 日本 所以日本在跳腳 可是為什麼要通知日本 因為這根本不干你的事 他飛到又沒有經過你家 我為什麼要通知你 這不是很怪嗎 所以我覺得日本這跳腳 是跳到毫無來由的 他一直在講說 這個不專業沒有通知我們 這個會造成地緣政治風險 造成什麼風險 人家整個路線 他從海南島發射 一路射到太平洋 到底跟你日本有什麼關係 跟你毫無關係 可是你到底在跳腳什麼 你看韓國人家有跳腳嗎 照你這樣來講 韓國也應該要生氣 韓國為什麼沒生氣 因為韓國知道跟我一點關係又沒有 我幹嘛要生氣 所以日本真的是無聊到極點一個國家 這樣子並不會讓你有存在感好嗎 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就回來帶您繼續討論 要先出來 你要又在這個地方 繼續討論 突然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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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